好了各位 我要先說一下 今天額外加拍一集好不好 這一集真的很趕 今天的話是令和的 五年五月五日 也可以加今天剛好禮拜五 所以呢 你把這些全部串起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變一個數字就是 CAMMEN LIDAR FICE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直接上個影片啦 但是我要先說 我不太確定會不會版權要砲到 基本上我是用定格的方式給大家看一下 想要看的話我下面會有網址留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 有沒有 這個非常經典的聲音 然後呢 這邊發現有沒有FICE的新的心態 最後就是變身 而且這次連新腰帶都有帶到 我真的直接傻眼 最後一幕的話就算就是2024年 我們的CAMMEN LIDAR FICE 20週年的正統續作再開 好不好 算是一個夢的延續啊 好扯喔 當初就想說 嗯 FICE的腰帶重置好像也合情合理 畢竟DK都重置一次嘛 只是沒想到這次買的那麼深啊 剛好另和五年 然後呢 五月五日都在近期 所以它全部一次推出 包含連這次的CSN也一併發售好不好 或者是改版後的一個CSN腰帶 並不是這次新出的好不好 有沒有 官方現在應該認識到 誰才是真正的消費客群啊 我們這些已經長大了 小時候看過這些CAMMEN LIDAR的人 現在都有錢了 他們的所幸在這次 一口一推出他的續作劇場版 再加上 相關的中文系列產品 我個人覺得這次的 這樣要全線腰帶應該也是會發售的啦 第一幕這個的話 當然應該就再熟悉不過 他們這次 正統續篇 是以 原作的 最終畫20年後的一個故事 它基本上就是照著時間線 就是從原本那時候20年後 而且這樣子還有一個點就是 所有角色的年紀 就好像是對得起來好不好 看起來不會有任何違和感 畢竟是原班人馬 完了講到這個有點QQ 這篇的話跟大家講一下 有點悲傷的事情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 我們的小馬哥啊 不管是在這篇 還是在戲外 就好像都過世啦 小小的難過啦 到後面的話 他真的是非常強大的看起來 甚至在消色天堂時 他也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算是觀念的一個碰撞 所以終點是非常惋惜的好不好 然後回到正題 就好像這篇的話是我們的主角 半田劍人 他再次回來放我們的錢巧 哇好扯喔 真的沒想到他會回來演耶 只是不知道怎麼感覺 他這張照片 比當初在拍C的宣傳到 帥很多啊 帥很多 然後再在這邊啊 但是新的Files 不知道怎麼感覺有點胖 然後呢 隔壁那邊的話 是他最經典的激動天馬 然後呢 他們這次的這個外觀上 看起來也比較科技化一下 看起來更加的 厚重 我覺得 然後呢 我們從這邊開始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強化 為什麼感覺這邊好像戴一個安全帽啊 結果像他是 原本的皮套 再加更多的細節紋理 科技感更加重 然後前面再多一層 還是覺得沒有原本的利落 胸口部分他這邊突了一大塊 有可能是為了延續之前的一個爆發型態啊 就是 最終形態 然後呢 讓他更加的厚重 以前我們這個年代是流行翻蓋式手機啊 現在終於來到我們的一個智慧型手機啊 這個絕對是要換的啊 而且重點是呢 官方他們其實感覺在之前的 恨行展 就是之前有辦一次很大型的恨行展 基本上裡面有展示的非常多 就是那種概念型腰帶啊 其中有一條就後來被改成全自動翻蓋的那一條 然後呢 第二條的話就像是那種螢幕式的一個腰帶 那一條腰帶就被改到這一條 因為呢 我覺得這條腰帶的概念是差不多 而且加上當年展示真的很屌 它上面那些圖像真的是會動的哦 並不是就是一張貼紙 或是那種雷雕那種紋理 所以呢 這一條腰帶 露出成CSM一定超級誇張 希望應該跟真的手機差不多 所以我超期待這個大家會有什麼效果好不好 額外提一件事就是說 還有第三條腰帶啊 第三條腰帶就不知道會變成誰的腰帶了 嗯 蠻好奇之後是誰回歸會獲得那條腰帶啊 然後呢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次FICE的一個半身 那個眼睛凸一塊真的讓你一眼難睛 一點點 感覺真的是戴一個安全帽啊 然後呢 前面那一塊的話 你會發現變得非常非常直凸啊 但是眼睛發光還是很帥就是了 那個FICE的感覺是沒有跑掉的 然後呢 最後就是接到我們這邊的一個 巨堂版的Coming Soon 2024年 這一 沒想到在人生中只有一次的 另5年5月5日 真的是可以看到這個 看出來看來還是很用心好不好 這個計畫 感覺應該是計畫蠻久的 然後呢 我們從這邊下面的話 這邊的話 有一些相關情報 Camerada FICE是2003 2004年連載的作品 迄今為止的話算是20週年 接方主演的話就是那幾位 而且有沒有 女主角啊 接方各種角色全部都在一次集結啊 這一次的這個監督啊 不用擔心 很常出演的這位監督啊 接方應該是穩的 而且FICE也有參與 然後呢 腳本的話 穩了 好不好 他上次在我們爆太陽那邊啊 我本來在講說 啊 完了 結果呢 非常的優秀 然後呢 再加上FICE 接方是他的親兒子啊 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不會再發生像歐姿的那個慘劇吧 應該應該 所以呢 這一次的話我個人覺得是可以抱有十足的信心 基本上這一次不管是監督腳本 然後演員的話 就算都是採用原版人馬 一位通通都不少好不好 只是這篇話可以看出一個點就是 在原作裡面 FICE死的人就真的死了啦 我覺得這個點非常之棒 這個算是現在卡麥拉比較不敢演的東西 像當次的Levice就全部都附我也不知道幹嘛 所以呢 我對於FICE算是寄予非常高的慌望啊 我覺得FICE這一次一定是穩的 然後這篇話我們稍微小聊一下 這篇話就當成我打嘴炮酒啊 我覺得基本上 他在續篇的延續感覺 應該不會接在4號之後 前巧他基本上已經是認定自己死亡啦 接受自己死亡的事實啦 所以呢那邊的話真的是涼透了 但是我覺得以名鬼的個性來講 他應該是會想寫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啦我覺得啦我覺得啦 而且加上他們賣東西的壓力比較小 沒有跟什麼其他騎士連動 沒有沒有通通都沒有 他們就是專心把故事寫好 萬代他們現在應該近年來都有發現 只要故事寫好什麼東西都是可以賣爆的 然後呢回歸正題啊 會從哪裡接 我個人覺得應該就是單純從這邊接啦 然後呢應該也不會是接劇場版 因為劇場版的話就是比較偏向獨立的故事 跟正片算是差蠻多的設定 應該就是從原本TV後續就直接接了啦 反正FICE的小說都後面都出現二代的一個 KAMELAIDA FICE 這邊再怎麼接應該也不會翻車啦 我個人覺得 但是小說部分還是看了就好 畢竟小說部分跟正片真的是差非常多 因為小說的話 基本上沒有任何技術上的限制 而且就加上大家應該是想要看到 原版人馬回來演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是不會亂搞 而且就加上他們這一次的話 並不是正規渠道進行的播映啦 所以呢他們限制又更加更加少了 我們又可以看到真正最殘酷的一個KAMELAIDA 好啦 所以這個差不多就是FICE的一個部分啦 然後呢 同一時間又有第二part的CNN內容好不好 呃 網址我們要放在下面 來 我們的狸貓 這一次 真的真的真的 我擺以為這是開玩笑的 結果真的跟我們的 Shinobi進行個連動 哇 很喜歡Shinobi 老久沒想到Shinobi在這次進行個連動 真的是還蠻讚的 很讚的 而且這次呢 他這邊的話做個特化 他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腰帶部分 真的是拿原本的圖身紫色的 他連那個手已經都沒換 所以看起來有點小小偷懶 一點點 但是呢 能看到Shinobi再次出現 真的是很扯好不好 雖然不是在原地的那個時間 好 所以呢 今天送點訊息差不多這兩個 這樣稍微跟他小聊一下 因為呢 我覺得在聊下去 大家可能就看不到這支影片 所以呢 有心的話可以稍微去 我們下面的網址看一下 就算我有留個網址給你們 OK嗎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CNN的FICE的20週年 跟我們的Shinobi的再次回歸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他在旁邊 我們下見 掰掰